道尼正在与赤梨美美的泡澡 抬头一看 周围突然美女环绕 这场景怕不是在做梦吧 今天来自日本的佐斯小哥 就想体验一回男人的梦 他精心挑选五位 颜值身材全部在新的小姐姐 这突然娇羞是怎么回事 他们打算测试一下 到男士发现自己侮辱女澡堂 会有什么反应 说干就干 小哥船的清凉来到浴池 羞涩中还带有一丝期待 来了来了 已经换好雨跑的小姐姐们 强势来袭 听到声响的小哥 下意识捂住山下的浴巾 挣扎的游到岸边 躲在了柱子后面 本能躲藏 小眼神却控制不住的往那边飘 美女们看似享受 实际上也在不经意的寻找小哥的身影 小哥仓怀而逃 心里却说不上的满足 实验结束 我们迎来第一位男嘉宾 这位小哥可是完全不知情 一脸无辜地跟着走进了浴池 没一会儿小哥借口离开 还率手将外面男套的牌子 换成了女套 这时一大波美女涌入 以后男嘉宾会有什么反应呢 男人正在泡澡 一群美女突然涌入 美女们显然还没发现男人的存在 男人有一半天 又满脸笑意的原地待住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一步无变 英文变 在美女们的注视下 小哥紧紧护住自己的苦茶子 仓皇的逃离了现场 出来后是怎么想怎么不对 接下来是二号男嘉宾 同样的套路 再来一遍 男汤变女汤 大波美女姐姐涌入 与上一位不同的是 二号男嘉宾 直接和姐姐们一起尖叫起来 手还不忘护住 自己的重要部位 你这比女生还娇羞 是怎么回事喂 双方就这里是男澡堂 还是女澡堂 转转了一番 最终二号男嘉宾卖着小碎布 在姐姐们温柔的毛巾攻势下 仓皇逃走 要说前两位都是原地等待审判的类型 那接下来这位 一看就是过来人了 听到小姐姐的声音 手下露出会心一笑 然后赶忙 往玉池角落移动 小姐姐按计划入水时 小哥已经在角落 做好了准备 只要我用浴巾遮住自己 你们就看不见我 然而 嗯 这位小鬼女的画风 多少有点奔放哈 测试了三位男士 总算有一个 见过大风大落 甚至还能和姐姐们 愉快吸水的了 那么四号选手 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此时小哥正在水中悠闲散步 姐姐们的声音刚出来 小哥就害羞无脸 一条龙 但他并未胜张 趁着姐姐们冲洗的功夫 小哥护住自己的屁股 往角落一动 然后狗狗碎碎的 躲在了柱子后面 抽搐着紧张 又无措的小眼神 入水的姐姐们 此时也一脸懵 他们假借看风景 失则正在到处寻找小哥 小哥此时正在柱子后 忐忑的搓连 谁知下一秒 姐姐们转移阵地 第一坦时搜索 小哥刚一露头 虽然但是 小哥女的逃跑的姿势 是不是过于熟练了 最后因为 我们玩票大的 小哥假着要进行一场潜水比赛 在男嘉宾把头放水里 闷上煸气的时候 小哥偷偷退场 换上美女姐姐们 咱就说 这真的不是在做梦吗